这是我们用无处栽培的方法 定制的博洋六一 先号称的网红甜瓜 你看现在温度高了以后呢 这个甜瓜就开始正常生长了 长得比较快 基本上都有将近快十个月了 看一下长得非常好 这个甜瓜在这个时候的甜甜管理 好比说有种植户经常说 这个甜瓜一到棚瓜期就开始枯萎了 实际上造成甜瓜后期枯萎的原因很多 其中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需要期前做好的甜甜管理了 好比根系 因为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是正是甜瓜扎根系的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做好了以后呢 后期会大大降低 这个出现枯萎的这样的一个几率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一般前往下 就是我们定制完以后 一般建议第二天第三天 关一丝根 用圣耿剂 一般建议啊 用正妈的圣耿剂 不要去买那种大桶装的 一个是不实惠 第二个呢 你也不知道里面夹了有啥东西 然后呢 建议啊就是十到十五天呢 用一次这个海盗精 用一次海盗精 这样的去处理 基本上这个甜瓜 就不会出现因为根系 造成的后期枯萎 这种方法 对这个甜瓜的根系啊 生长是非常好的 就是平常我们说的啊 如何促进甜瓜生根 还要去护根 养根啊 这样的方法 就是生根基是为了粗根 把根快速扎出来 扎深 那么养根护根呢 就要靠 好比说海盗精之类的啊 再加上我们的肥水的 一个合理的管控 这样的话就把甜瓜的根系 保护好了